上一節課下一節課再考試 我们上礼拜好像已经谈到第五章了嘛 好像是五之一 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个都是有连接性的 所以记得前面的部分要再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在谈离散几率分配的时候 当然什么叫几率的概念也要知道 我们上礼拜一开始先提到什么叫几率分配 那什么叫random variable 我们说过这个要知道 不要读完几率统计 什么叫random variable都不知道 那random variable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是一种变数对不对 但是这个变数其实基本上 它是由谁来决定它的数字 我们说过以前的所有的 像你们学过的数学方程式 大概都是透过方程式来决定 变数的number要是什么 但是随机变数它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几率实验 那这个几率实验里面 它所得到的这个outcome 所以其实随机变数也是一种 所谓的outcome 就是所谓的出向 是所谓的出向的概念 那它的这个变数的数字是谁决定的 是由几率来决定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就是所谓的outcome 就是出向的概念 那离散的话 离散的话就是说它的随机变数 它的outcome会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数量的 而且是一个离散的 是一个数量跟离散的一个数字 就是这样 那至于搭配这个outcome对应的几率呢 是什么 它这个几率是就我们上第四章谈到的 几率可以透过什么 理论或者是经验 那当然我们说过几率的 怎么去有三种形态嘛 古典几率 还有什么 经验几率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 搞不好今天会考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第二个应该要说 要比较更明确说 应该它就是一个观察频率 几率的第二种形态嘛 那第三种就是什么 主观的判断 对不对 那当然那个你也可以把它说 它是经验 因为主观的判断 它是based on你之前的经验 只不过它不是那么量化 所以我们所谓的第二种几率 是透过观察的 观察的数字所产生的 这个频率概念去说明它的几率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上礼拜谈到的 这个我们很快就看过 那几率分配 那把这些几率所有的出向把它总 总合起来就是一个分配 那里面 要每空间所有的这个summension的p of x 必须加起来是1 那每一个本身自己的几率也是什么 0到1之间 这是我们之前看过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部分叫 几率分配的 特别是离散几率分配 它的平均数变异数跟标准差跟期望值 好这个是它的平均数的计算公式 就是一个几率分配 它里面有所有的这些随机变数 那这些随机变数都搭配一个几率 所以它的平均数就是把它的这个随机变数值 乘上它的什么probability 就是对应这样子一个随机变数 它的probability 然后把它做summension 把它相乘之后 然后把每一个随机变数它可能的结果 就是说这样一个probability experiment 几率实验里面的所有的这些outcome 就是它的随机变数值 乘上它对应的几率相乘 然后再累加起来 就得到它的平均数了 那这个是在做任何的几率分配 特别当然今天谈到的是离散的嘛 那离散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就是把它 每一个变数都有一个固定的 那如果今天之后我们谈到 如果是连续的变数的话 当你的随机变数如果是是连续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变成是一个积分的概念 就变成是integral 因为相加其实如果是连续的概念 就是积分嘛 对不对 现在在学为积分的 是不是 积分是不是累加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 我们刚刚说的 x1到sn就是它的outcome 也就是它的随机变数 那这些p就是它的对应几率 所以summation x乘上p of x 就是所有的相乘之后再加总 好那接下来这些例子呢 是我们之前看过的像丢骰子 那丢骰子它的这个是一个experiment 那这个experiment它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实验嘛 这个实验可能出现的outcome 这个outcome就是它的什么 就是它的随机变数 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因为骰子一般就是6个嘛 所以它可能出现123456 所以这个是一个discrete的变数 不连续的变数 或者叫所谓的离散的变数 这些离散的变数 它的这个结果就是123456 那这个就是变数 那这个变数对应的几率呢 那这个几率6分之1 6分之1这怎么来的 这6分之1怎么来的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几率怎么来的 第四章啊 这就是你们今天要考的啊 这就是你们今天要考的啊 几率怎么来的啊 黄伯瀚 这个几率怎么来的啊 6分之1 6分之1怎么来的 不用翻啊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啊 古典 古典几率嘛 古典几率是什么 它假设每一个outcome都有什么 相同的出现的这个结果嘛 对不对 所以6个outcome 那它每一个都一样的结果 所以当然就是6分之1 所以这个6分之1就是 就是从古典几率的概念 是从理论的几率概念去得到的结果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是利用古典几率所得到的几率 那所以把它对应的outcome相乘 就是这样1成6分之1 2成6分之1是相加 相乘然后再把它相加起来 最后算出来结果3.5 所以代表什么 这样一个几率分配啊 这样子一个几率实验 它的这个离散的几率分配 这个其实待会就会谈到叫期望值 这个它的平均数呢 这个古典几率分配它的平均数 就是所谓的 未来我们就称它叫期望值 它的大家结果是3.5 那3.5是什么 时数还是整数 同学要去那里 那讲一下啊 本位你要跑去哪边干什么 3.5是时数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它的 它的随机变数都是整数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 基本上 它不会正好是整数啦 所以基本上是OK的 那当然这个3.5也是一个什么理论值嘛 因为你真的不可能丢骰子 会丢到3.5嘛 所以这个算出来的平均数 基本上都是理论值的平均数啦 那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理论的一个average 理论的average 那当然也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说过平均数它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distribution 一个分配里面的平均数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在量测什么 最简单啊 平均数在量测什么 平均数在量测什么不知道 大概位 什么的大概位置 什么的大概位置 我觉得你适合去选议员 平均数是量测什么位置 你都烧到边边 重点都没讲到 这就是议员的重点 平均数在量测什么 量测什么的位置 量测数据的什么位置 你都讲到了 中间 大约那个中间的位置在哪边 它的集中测度嘛 我们不是之前说过 平均数是在量测它的集中测度嘛 它这个数据集中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可以啦 你可以当政治家 就是加上那个集中间的那个位置 我们要看这个 这笔数据它的分配 它大概中间的位置是哪边 所以我们中间位置有很多种量测方法嘛 对不对 除了平均数还有什么 中位数 还有什么 中档数 中档数还有什么 加全平均 还有一个 中数 中数 中位数 然后重数 对不对 好 所以当然 昨天有一个新闻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主计处公布 我们去年的 薪资的中位数 多少钱 4万出嘛 4万出 那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那你相信吗 我们的中位数 薪资的中位数 是40630 你相信吗 应该相信啦 好 这个反正中位 中位数什么意思 中位数怎么算 虽然我们可以在Excel 拉个表就算出来了 但是它是什么意思 平均数是 就是average的概念 它中位数 就是中间的位置 中间就是用Counting的那个方式 用计算那个Position的位置 算它中间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当然这些都是集中测度的概念 但是我们一般常用的还是用平均数的概念 所以对一个几率分配来说 它的平均数 对这个来说它就是3.5 所以它这是一个理论的概念 理论值所得到的平均数 好了 再看一个5个小孩的家庭 那女孩子人数的平均数 那基本上这也是一个生小孩 也算是一个几率实验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自然的程序 自然的程序 生小孩子算是一个几率程序 它也是一个random的概念 除非你现在用什么人工 用一些什么非自然的方法去做 那个当然就是例外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生小孩基本上也是一个random的概念 也是一个随机的程序 那女孩子的平均数是多少 那当然你可以 这基本上既然是一个几率实验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distribution的概念 就是说生女孩子的这个概念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几率分配 那五个小孩当然有可能就是什么 有零个小 零个女孩一个女孩 两个三四五 所以零一二三四五 这就是它的什么 这就是它的outcome 这是它的初向 那这些outcome 它都有对应它的几率 对不对 好 出现零个女孩子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算它的几率 基本上你还是用什么 用古典几率的概念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还搭配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样我们上礼拜学的 这什么 的counting 要去算它嘛 算 中文它叫算 数数是吧 要搭配数数的概念 当然就搭配 我们基本上就是排列组合 所以你整个的样本空间 对这个问题来说 对这个距离实验来说 它的样本空间是多少 它样本空间是2的几次方 就是2乘2乘5辨嘛 所以它的样本空间就是2的5次方 32个 样本空间是32 32分之多少 对不对 那个就是它的古典几率的概念 好那出现0个的 几次 一次而已嘛 对不对 好 出现1个几次 那这1怎么来的 这5次啊 这5次怎么来的 你可以用上礼拜提到那种康廷的概念 数数的概念 所以它是 是排列还是组合 是组合嘛 因为它不用限定是在哪边嘛 所以C5取1啊 C5取1是多少 5嘛 好 那2呢 出现2个呢 C5取2 C5取2是多少 C5取2是10嘛 C5取3 也是10 C5取4 C5取5 C5取5 1 好 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利用 counting 古典几率概念去算出来的几率 好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离散的随机分配 好 离散的随机分配 那这样的一个离散的随机 几率分配的话 它的平均数是多少 就按照刚才的 把它的 all come 乘上它的几率 然后把它累加起来 算出来是2.5 所以出现女孩子的平均数是多少 2.5个 正好就是差不多中间的概念 所以平均数大概中间 那你看012345 大概中间大概也是2.5的概念 好 再来看丢铜板 三枚 那出现正面的 各数的平均数 那这里面当然一样 出现三个铜板 0123 之类 它就可能出现0次的正面 一次的正面 两次三次的正面 那接下来它对应的几率 这个也是一样 跟刚才的那个算法一样 它的样本空间是多少 分母都是它的样本空间 就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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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乘2乘2 对不对 乘三次 8 那出现一次 这个就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都很简单 所以一次三次 三次一次 那它出现的这个 对应的outcome的次数 然后除以它的样本空间 就得到它的什么 它对应的这种 这个理论几率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再搭配我们算 平均数的概念可以算出来 大概出现丢三枚铜板 会出现正面个数的平均数是1.5 1.5次 ok 好 再来看这个题目说 假设它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题目已经告诉你 说它是 每年有超过五个晚上的旅行次数 就是说一次旅行它可能超过五个夜晚 那超过五个夜晚次数 这种旅行当然是属于比较什么 比较long 你东西也丢在这里啊 什么 用文资料都会 随身碟 在哪边 哎呦还真的找到了 找到叫跳楼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太粗心 还有不要把东西 不要把人家东西乱 不然就害人家跳楼 五夜啊 五个晚上的旅行 当然就是比较 比较长旅行啊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旅行 那 那有几次是五个夜 五个 就是你去过五夜的这种旅行 那它告诉你 它的统计数字是这样 零次当然有的人是没有啦 有的人可能 它一年都没有去过一个旅行 是超过五夜的 那一次的 一次还蛮多的 百分之七十 所以代表美国人 它大概都至少一年 蛮多都会 都会可能是有一个 比较长的旅行 然后超过两次 就是两次都是 就是一年里面有两次 是过五个晚上的旅行 就百分之二十 一十类推 好那求它的平均数啦 那所以呢 一样 这个基材 这个分配 那这个几率怎么来的 这几率是古典几率算出来的吗 那是怎么来的 这是经过什么 经过统计的数字嘛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频率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频率的概念 所以它这边的几率是 利用第二个方法 利用经验或几率观察的 观察的这个次数的 频率的概念所得到的 所以这个不是古典几率啦 所以这样也可以是 构成一个几率分配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平均数多少 就把它按照刚才的 x乘上p of s 然后加起来 算出来是1.23 所以大概是1.23次 这个是一个理论的 理论的次数 那除了平均数 我们说过 我们还常要用的是一个什么 变异数跟标准差 对不对 那变异数跟标准差 对这个 对离散的几率分配来说 怎么去算 那它的公式就是 因为我们所谓的变异数 是代表 某一个值跟你的集中度 当然我们所谓的集中度的是什么 就是平均数嘛 这个值跟它这个集中度的这个位置 它的距离的远近嘛 对不对 那远近我们因为有正有负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把它取平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过 变异数大概就是x-mu的平方 那这边因为是一个拘力分配 所以它要再乘上它的p of x 所以一个离散的拘力分配 它的变异数 sigma square 是等于x-mu平方乘上p of x 然后把它做summation 把它做summation 那这个公式呢 是当然是最原始的公式 那你也可以把它经过处理 这个经过统计学家 去把它导算出来 你可以把它简化成 一个比较方便去做计算的公式 就是把 直接把x平方 就是把你的随机变数 或者你的alcount的平方 乘上它的几率之后 做summation之后 再overall再去减上它的什么 它的期望值 或是它的这个平均数的平方 这样也可以算 是一样 这两个公式是一样的啦 那当然是 这两个公式 当然你如果用excel去算 其实都一样 但是如果用这个方式 感觉上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再处理它 也许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whatever 我觉得无所谓啦 反正这个 两个都是一样的概念 那当然你算出它的变异数之后 它的标准差就是怎么样 把它开根号而已啦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同样刚才的那些问题 我们再算一遍它的标准差 或者它的变异数 那刚才一样丢 丢什么 这是丢骰子嘛 那丢骰子的话 刚才已经算出它的平均数3.5 那接下来你要去算它的变异数的话 那按照我们刚才第二个公式的话 会比较简单 每一个alcount的平方 乘上它的几率累加起来 再扣掉它的这个什么 平均数的平方 算出来得到2.917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 直骰子的这个什么 变异数 然后再把它开根得到1.708 所以丢一颗骰子它的标准差 就是1.708 就这样子算出来了 OK 挑选号码球 这里面有五颗 五颗球里面有三颗 有两颗是3 有一颗是4 有两颗是5 那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去挑 挑出来之后 记录以后再放回 取后放回 所以重复 那球它的这个 号码的变异数跟标准差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 是个几率实验 那几率实验里面一样 它的outcome有分成3 4 5 对不对 因为它里面的球 不外乎就是记录3 4或5 那几率呢 5分之2 5分之1 5分之2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利用它的什么 5点几率去算出来的结果 那算出来的平均数呢 就刚才的 一样同样的算法 μ是等于4 μ是等于4 那接下来算它的变异数 同样的概念 只要公式带进去 大概就可以算得出来 算出来它的变异数是 5分之0.8 开根号得到0.894 所以就得到它的这个 这样一个几率分配的 一个变异数跟标准差的结果 好啦 那这是一个表格的算法 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就好 好 这一题 这一题也蛮好玩的 来这题找人家念一下 来王文元 唸一下这题 王文元 唸一下这题 好 这一题 这一题 好 谢谢 都看到了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當然這可能是一個real world的情況 反正它的機率分配已經告訴你了 所以它的機率分配 告訴你的這些數值是怎麼來的 這應該也是透過它的歷史資料 去做頻率的分配 去算出來的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應該不是用古典機率去算出來的 同不同意啊 好那現在它問題是 它說當然要你求出這個分配的變異數跟標準差 當然這個按照剛才的方式去算算 算算就算出來了嘛 算出來有幹嘛 我們剛才算了那麼多機率分配要幹嘛 我們剛才算那麼多機率分配的平均數 標準差那些要幹嘛 好像沒有幹什麼 因為我們說過平均數就是算它的集中測度嘛 那標準差呢 標準差代表什麼意思 標準差什麼意思 文子傑 標準差也是一個量測嘛 一個測度嘛 這個測度在測什麼 不要再學剛才 跟平均數比起來有誤差那那代表什麼意思 可能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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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散 離散我們一般是說 但也可以啦 離散是代表 反正就是分散 它的分佈的範圍 到底有沒有很分散很廣 還是很集中 對不對 所以變異數跟標準差 類似有同樣這個概念 好了那你算了這些平均數也好 算了這些標準差也好 要幹嘛 你可以知道這個分配 它的中間位置在哪邊 它的分散層數在哪邊 有什麼用處 這邊就可以利用在這個例子 好這個例子裡面 大家剛剛說過 就是你打電話進來 對不對 這個call-in節目嘛 早期台灣不是也是很多這種call-in節目 對不對 我想應該這個可能也都學國外的 那call-in節目 call進來之後就 如果沒有人 當然你馬上就上線 如果有人的話 等一個人 等兩個人 等三個人 四個人 反正 他至少你等 他會 因為他不可能就一支電話 一支電話 一打進去 如果馬上在 馬上都是通話中 根本 你就沒辦法 就是所謂在線上 online stand-by的那種概念 應該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節目 這是什麼 接聽call-in的 有看過嗎 沒有 現在可能已經比較不流行 這種call-in節目 早期的call-in節目 很有名像什麼 李濤啊 什麼 他們就常在接call-in 然後就講得很激動那種 這種call-in節目 當然不只是電台 不僅是電視 像廣播 就是 radio 就是廣播電台 就是也可能會有這種 像廣播電台 可能還蠻多有這種 如果你去聽那種賣藥的廣告 賣藥的那種 那種節目的話 他們有時候都還是 有人會call-in的 call-in就在那邊講說 他們吃了這個藥多好 多好 反正這是這種概念 那他現在他有 他基本上他有四條線 所謂四條線就是人家打進來 反正如果他至少打得進來 如果這四條線都沒有滿的情況之下 他至少打得進來 然後他可以被所謂的 放在這種waiting list 在等候 就是waiting list standby上面 但是如果你超過四個人 超過四個人 你再打進去 就聽到嘟嘟嘟的聲音 就打不進去嘛 就這麼簡單 那他現在告訴你 他有這樣一個機率分配 那他問你要不要再增下 更多的電話線 這個是他的實際的應用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如果算出好 根據這樣一個機率分配 我們去算出他的平均數 因為你要算變異數 當然一定要先算平均數嘛 你算出他的平均數 跟算出他的標準差 你從他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你可以進一步得到這樣的訊息嗎 他是不是應該要增設更多的電話線 這個就有意思啊 對不對 我可以透過這樣統計的數字 告訴我 告訴這個電台的 廣播的 或者是whatever電台的行政單位說 那四條線到底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我可能考慮要再增設一條線 如果為了要服務觀眾 服務聽眾 為了服務聽眾的這樣子一個概念來看 他可能需要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需不需要 那你怎麼辦 你有他的平均數 你有他的標準差 那你怎麼樣來告訴你的這個 告訴這家公司 或這家廣播公司 要不要來增加一條 waiting line 需不需要 這時候我們可以先看看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學過一個什麼 彩比學負 有沒有 彩比學負 可以用在這裡 對不對 為什麼 你知道1-k平方分之1嘛 對不對 那k是什麼 k就是代表 離他幾個標準差嘛 那我們說 如果k是2的話 k是2當然就是1-2 2平方分之1嘛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不是 75% 那如果k是3的話 就是多少 1-3的平方分之1就是9分之8嘛 9分之8當然大概百分之多少 890啦 所以反正 彩比學負定理告訴我們 因為他彩比學負定理是適用任何分配 有沒有 記不記得我們剛上次說的 那如果你 因為彩比學負不是很精準 但是他可以適用所有的分配 所以我們 這個分配我們也不曉得它是什麼分配嘛 對不對 當然以後我們也許會談常態分配或什麼分配 但是這個分配什麼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把它用彩比學負去看 那彩比學負他需要看到的是什麼 他可以利用1-去k平方分之1 知道大概有百分之多少的數據 是集中在這個區間裡面 集中在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我們如果算出這個距離分配的平均數 跟他的標準差的話 我可以利用彩比學負定理去看出 在幾個標準差範圍內 他可以涵蓋到這個所謂的數據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 我們如果先算出他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那平均數標準差 這個就反正按照剛才公式很快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你算出來你的μ是1.59 你算出來你的變異數是1.26 再開根號標準差變成1.123 那這時候接下來就是搭配我們剛說的 彩比學負定理的概念 因為如果我們 彩比學負定理是 假設我們先用兩個標準差來看 那兩個標準差的話就是 就是把μ加上兩個delta 或者是μ減去兩個 這是sigmadelta 這應該是delta 加上兩個delta 那這樣的話去看的話 你看他加兩個delta的話 1.59加2乘上兩個標準差 那兩個標準差是2乘上1.123 算出來結果是3.8 那當然他扣掉兩個 兩個標準差 扣掉兩個標準差變成negative 那negative的話 當然我們沒有negative的概念 所以當然他最低就是到0嘛 所以代表說 0到3.8這個之間是涵蓋了什麼 涵蓋了 按照彩比學負來說 它是μ正負兩個什麼 μ正負兩個標準差 μ正負兩個標準差的情況之下 是從0到3.8 0到3.8是什麼 0到3.8條線 0到3.8條電話線 那這樣子的話 他會涵蓋多少的 這個使用的 這個 就是他的數據 按照彩比學無定 你知道嗎 1-2的平方分之1嘛 所以可以涵蓋多少 75% 好那75%這樣夠不夠 如果我們認為 因為75%大概已經算 算什麼 算超過一半還要更多了嘛 所以代表75%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聽眾打進來的情況之下 他會 最多就是到什麼 他可能最多 會被 put in 這個什麼 會放在那個waiting line上面 而不會聽到滿線的情況 有沒有 所以 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75% 他可以打得進來 打得進來 而且被設定成等待 就是設定成在waiting嘛 就stand by的情況之下 所以 所以當有75% 這個比較大多數的聽眾 打得 電話打得進來 在這個四條線的情況之下 他打得進來 會被 最多是被等待 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需不需要再去增設一條電話線 那當然這個 就 depend on那個決策者啦 所以我說 我們在做很多科學的研究 或科學的這些 計算 你算出來結果你告訴你的決策者說 已經有75%的這個聽眾打進來 他可能不會 不會聽到嘟嘟嘟的聲音 就很生氣 那你覺得要不要再加一條線 那決策者也許認爲說 那我要服務更好啊 因為你 你想想看 你如果加到三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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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差 加到三個標準差 當然就爆掉了嘛 超過了嘛 超過四了嘛 那但是超過三個標準差 他可以服務的聽眾 打進來的聽眾會更多嘛 就不會聽到那個什麼 盲線中的那個聲音嘛 所以這時候是 up to decision maker 就是決策者 他怎麼去決定 當然他有他的考量 他也許他覺得他服務更好 所以他願意花多一點錢 再去增設一條 但是如果對 對其他決策者他認為 我已經服務到75%的聽眾 他打電話進來 不會聽到盲線中的這個聲音 那我覺得夠了 那也許他就會採用這個方案 但至少 所有的科學的計算 這些不管是我們統計也好 或者是做 simulation也好 或者是做 planning規劃 最佳化等等 這些概念算出來的結果 都是提供決策者一個 有科學化的一個數據的 一個決策依據 但是最後決策還是 depend on的嘛 depend on決策者 他自己的心智 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個例子又可以充分應用到 你的算這個 一個機率分配的平均數 跟他的變異數 或標準差 來決定 某一個決策是不是要去做 那當然還要搭配一個 柴皮學夫的定理 OK 好 那最後我們提到就是期望值 那期望值當然 期望值就是他的平均數 我們說這個東西 我們期望他多少 其實就是期望他的中間的那個數字 中間的數字會是多少 所以我們會寫成e of x 就expective value 像這個最常用到的 期望值的概念 就是用什麼 買彩券 對不對 這個過年拿了押稅錢 有沒有去買彩券 這麼乖 你說Meta去讀一讀 應該有很多人都會去買吧 好啦 這邊簡單的一個例子而已 就是說一塊錢的彩券 這個彩券如果你摸中了 就是什麼 有一個彩色電視機 它是350塊 那當然 因為他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彩色電視機 然後他賣出1000張 那你買一張 那你的期望獲利是多少 類似這種概念 當然這都是理想值 期望值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這樣的一個 因為買彩券也是一個機率行為 也是一個隨機行為 所以他是一個隨機的實驗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分配的概念 那當然他這時候就兩個 兩個outcome 就兩個隨機變數 不外乎就是什麼 不外乎就是贏跟輸嘛 對不對 那贏的話 就是他的x 就是多少 理論上是350啦 但是因為你花一塊錢 所以你應該是 獲利是349嘛 那你輸的話你就輸一塊錢嘛 所以349是你的outcome 那-1呢 是你代表輸也是你的outcome 那贏的機率是多少 1000張就一個彩色嘛 就1千分之一 啊輸呢 輸的機率很高啊 1千分之9百 999啊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機率分配他的那個平均數 他的這個期望值會是多少 所以就把他的什麼 把他的這個 就是算他的這個平均數啦 所以就是把349乘上1千分之1 加上-1乘上1千分之9 999 這樣算出來的結果是-0.6 那所以代表什麼 買 買一張 當你花一塊錢去買這個彩券 他的期望值會得到的是-0.6 代表 代表應該會損失啦 對每個人來說 你期望 你你花一塊錢 但是你你可能你的期望會損失是多少 期望損失0.6 但這個都是我們說過 這個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理論的一個概念 理論的概念 因為對你來說 對使用者來說我花一塊錢沒有就是沒有 那一塊錢就是沒有嘛 所以我的損失就是一塊錢 那個就是很明確的 但是這種是一個 整個是一個隨機行為的概念來看 你要overall 綜合上來看 他的一個概念是 你基本上因為還有別人跟你一起損失 所以你感覺上沒有損失那麼多 所以你大概損失是0.6 但是對賺的那個人呢 那當然就賺翻了嘛 所以 買彩券通常就是 買個希望 就是買個希望 買個希望 那你就抱持那個希望就繼續做夢下去 可能有夢最美嘛對不對 如果現實環境對你來說是壓力很大 買個彩券也許可以 可以疏解 也不一定 那另外像這個例子 選球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六顆球 它上面的數字是1235813 放進去 那它的機率是這樣 那它摸中它的這個數字的機率是什麼 就把它一樣算它的平均數了 所以這個一樣很簡單 好 另外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去 討論 利用這個機率分配 去討論它的什麼 債券投資的這個 不同的 portfolio 就是它的這種投資方案 的一個期望 因為投資方案有時候 因為投資有賺有賠嘛對不對 那有賺有賠 那這個東西你怎麼去做一個 比較適當的決策 所以這裡面呢 有兩個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兩種債券 那這個債券 假設它都投資5000塊 當然它不是兩個都 它現在只要從這兩個債券去 挑一個債券去投資 它花了5000塊 那5000塊 它去 它獲得的基本資訊是 X債券 假設某一個債券 它的獲利是4% 那獲利4%當然很簡單 你5000塊投資下去 你的獲利4% 那你就是賺多少 就5000x4% 對不對 那Y債券獲利是1% 那就是5000x2% 它賺的錢 假設有賺 但是債券也有賠啊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叫違約率 所以實在我也不是很懂 那違約率 反正它違約率的概念就是代表 你買了這個債券 結果違約 發生這個違約率的話 你的錢全部連本金都沒有 就是連本金都沒有的意思 這個概念這樣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債券是這麼玩的 我搞不清楚 那Anyway 反正它的違約率 這個概念就是它全部 當債券違約的時候 投資者會失去所有投資 所以這個 這個跟賭博一樣 雖然美其名叫投資 那投資有時候好像也像賭博 有沒有那樣感覺 因為它這個違約 違約的話 就整個錢都沒有啦 都被它咬走啦 那是不是也是感覺像賭博一樣 所以買債券不如去賭博 沒有 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 不是很正確的推理 好啦 那我們要算出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哪一種債券比較好 哪一種債券可能會 期望值會比較高 就是它期望獲利值會比較高 所以對 第一種投資方案來說 你投資S債券 5千乘以4% 所以獲利是200塊 那你的期望獲利是什麼 期望獲利就是說 你違約率是2% 所以當然 另外沒有違約的話 就是什麼 98%嘛 那98% 它有98%的機會 它是會把這200塊賺回來的 這是額外賺的 額外賺的 所以它的期望值就是200乘上0.98 那再次扣掉什麼 扣掉你的違約率 違約率是2% 但是你 一旦發生違約率的話 它5千塊是整個被咬掉了 被咬走了 所以扣掉5千乘上0.02 這樣算出來結果 還是一個positive的 所以它的期望值會是96塊錢 那歪債券 同樣的算法去算一遍呢 歪債券它違約率比較低啦 但是它的獲利也比較低 所以125乘上0.99 扣掉5千乘以0.01 算出來是73.75 所以它的期望值相對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這兩個期望值 這兩種債券的投資期望值 你去把它算出來 感覺上當然是這個比較高啦 這個比較高 那這個相對獲利率是比較低 所以當然如果你光從期望值這個概念 去看去選這兩個債券的投資 你會選擇哪一個 如果光從 我就說 單純的就從這個期望值的概念來看的話 你當然是期望越高越好嘛 期望它能夠賺的利率 那個金錢越高越好 所以當然你會選擇 應該是選擇X債券 對不對 但是相對來說 你看X債券的風險 跟Y債券的風險誰比較高 X債券的違約率是2% Y呢 Y是1% 所以 如果要從風險的角度來看 風險的角度來看 可能Y還好一點 但是Y相對來說 它的獲利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就看每個人投資的心態啦 所以我說這種東西 怎麼講 很多都是 都是個人自有心政 你會覺得 這個期望值好像很高很好 但是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期望值很低 但是相對它比較安穩 所以 所以好像在 有人在做一些投資建議的時候 就是 你看你是要 你的心態是比較保守的 那你可能就要選擇 他們就說選擇什麼 像國債啦 或什麼 那你如果是比較野心的 想賺多一點 你可能就要投資股票 或者是什麼期貨 類似那種東西 好 那當然就是每個人投資的心態 但是這些都可以 透過一些統計的數據算出來 好 這個 這題你們也可以有興趣回去看一下 這個期望值蠻好玩的 這個是三里島 三里島的核爆事件 之後引起周圍的這些 新生兒的新生兒產生的問題 好 因為接下來 還有五分鐘 我們先搶一下二項分配 我們剛談的那些都是 都是所謂的離散的機率分配 只不過當然他也沒有一種 所謂的特定的形態 特定的Pattern 但是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機率分配 離散機率分配 因為基本上他都是可以去算出他的平均數 變異數或標準差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的 接下來看的就是這個二項分配 它是在這個離散分配裡面非常最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個離散機率分配 叫做二項分配 那這個二項分配也會影響到 我們接下來第六章要談的常態分配 因為二項分配有可能會 以後會變成就是一種 離散的常態分配的概念 那當你的分配如果有特殊的Pattern 的時候 有特殊的Pattern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更細緻的 更詳細的去看看這個分配裡面的一些 一些特性 所以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二項分配 二項分配其實也沒有很難 就非常簡單 我們先談二項分配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所有的機率分配 都是一些隨機實驗的結果 都是一些隨機實驗 所以二項分配搭配 另外二項分配的就是有一個叫做二項實驗 叫binomial binomial這名詞應該以前數學也有看過嘛 有沒有看過 沒有嗎 二項次啊 一元二次 那就是binomial binomial experiment 二項實驗 那二項實驗是什麼實驗 好 這個四個定義很重要 要記清楚 很簡單的 但是要記清楚 什麼叫binomial experiment 第一個 它的實驗 這樣一個 這個實驗 它的試驗 實驗是代表 實驗的英文是experiment嘛 試驗是什麼 試驗是一個trial 一個嘗試 所以在實驗裡面 你要試驗幾次 這個試驗的次數是固定的 所以第一個 試驗次數固定的 我們待會會搭配例子來看 試驗的次數是固定的 然後呢 每一個trial 每一個試驗 它只有兩種outcome 兩種出向 那這兩種出向可以 或者是說可以簡化成兩種出向 反正它就只有兩種結果啦 那你可以把這個outcome 認定為一個就是成功 另外一個就是失敗 所以不外乎成功就是失敗 對不對 很簡單 所以你的trial次數固定 然後每一次trial只有兩個outcome 不外乎成功跟失敗 那每一個trial它的這個結果 不會影響其他試驗的這個結果 所以它是一個independent的 是一個獨立的 是一個獨立的信 那另外呢 每一次trial 就是第一次實驗跟第二次試驗 不是實驗 是試驗 每一次trial 試驗它的成功機率是固定不變的 就是說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第一次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表示0.6 那第二次成功機率呢 還是0.6 所以它的成功的機率是不變 那成功機率不變 當然也代表失敗的機率 會不會變 也不變啦 所以 這些是四個重點 再講一遍 它的試驗的次數是固定 那每一個試驗只有兩個 兩個outcome 成功跟失敗 然後呢 每一個試驗它是獨立的 而且它的試驗的成功機率是固定不變 好 我們看一個例子 丟銅板 丟銅板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binomial的experiment 好 這個實驗是什麼 這個實驗是丟銅板丟三次 丟銅板丟三次 每一次丟銅板就是一個trial 丟三次的結果就是一個實驗 就是一個experiment 就是一個實驗 那每一個實驗它就是 在這個實驗裡面 它是丟 它是執行三個trial trial 這樣聽得懂嗎 t-i-a-l t-i-a-l trial 那這個三個trial裡面 所以這個就符合我們所謂的二項實驗 所以二項實驗剛說第一個概念是什麼 它的實驗次數是固定的 所以它丟三次 所以三次是固定的 好 那每一次丟銅板 丟一次銅板就是一個試驗 就是一個trial 這個trial 每一個trial中間是不是independent 我第一次丟銅板 你會不會影響我第二次丟銅板的結果 不會啊 所以它就符合我們剛才說的什麼 它的實驗的獨立性 那丟銅板得到正面的機率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不變的 你丟銅板丟一次得到正面 第一次得到正面的機率 跟第二次得到正面的機率 有沒有一樣 都是吧 都是二分之一啊 所以又符合我們這個 那每一次實驗只有兩種情況 不外乎成功失敗 丟銅板不外乎就是正面跟反面 所以它是不是也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 剛才的那個例子 丟銅板丟三次 得到正面的 得到正面 不管正面是兩次或幾次 這邊它是講兩次 但是丟銅板丟三次 這樣一個實驗 就是一個binomial的try 就是一個二項實驗 就是它不外乎就是正面跟反面 那正面可以當成成功 反面當成失敗 而且它是independent 而且它 independent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它的成功跟失敗的機率是 每一次都是固定的 就是這樣 那這樣就是一個binomial的experiment Alright 那這個binomialexperiment 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變成是一個二項分配 就是說這個二項分配裡面 它可能會有什麼 每一種初項 這個二項實驗裡面的每一個初項 每一種初項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那個丟銅板的例子來說 它有可能幾種初項 它是在丟正面嘛 所以它正面有可能零個 有可能一個 有可能兩個 有可能三個 那這些就是所有的初項 對應它的機率 就變成是一個二項分配 就這樣子 就是一個binomial distribution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聽懂嗎 這就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離散的隨機分配 但是它是有確定型態的 好 先休息一下 下一節課一開始就要考試了 不要跑遠了 買早餐的不要跑太遠 不然就不等你們了 哈